歡迎回到你這個外動力PsychoPath 大家好 剛才第一節由於原地有點急 趕著看肉袍團的關係 爆得很厲害 好像肉象 說我們怎樣射 槍怎樣射東西 簡單來說是射爆那個人 不是說我們怎樣射 說一支槍怎樣射 分了麻醉模式和毀滅模式 射到毀滅 其實第一集主要是真的介紹了一支槍 沒意思 講一下世界 都是一個未來世界 之後故事走下去 我覺得大致可以分為五個部分 其實第一部分就是網絡罪犯 高等起底組的問題 起不起底女主角的身份 說過女主角 她經常上過forum 那些forum 其實那裡已經不是forum 有點像是blog 像現在的人上去看達哥打機 就是上山製造的 看達哥打機 然後一群粉絲圍在看達哥表演 就說他們其中有一個達哥 指使一些人去殺了人 應該說找到一個人死了 找到那條C 那這傢伙應該是一個達哥來的 其實這個裏面應該是他有很多個達哥 他有很多個達哥 然後大家都好像有各類的粉絲 大家一起跟著 達哥A和B都在一起 大家都有不同的級別 或者泰國難名的就是司徒甲帝和達哥 或者是司徒甲帝 一個是達哥 達哥死了 所以他們看到C之後就發現原來他是達哥 因為他們找到達哥的屍體 但是達哥還有一個開台 還有一個裏面卡關 那是誰呢 那就懷疑司徒甲帝 司徒甲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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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錯了 所以他們就去找 當中就牽涉到原來小豬 陳法拉他其中一個朋友 都是開台的 就是Miss Honey 他就找Miss Honey幫手 最後就找到阿斯徒甲 不是 找到賈達哥出來 就捉了他 結束了 但其實他背後也有一些被人操控 整個故事裡面 其實已經帶了一個主線 聖滬出來 就說他是受到操控或者受到指示才會殺了達哥 然後去開台 其實我覺得聖滬哥哥有點像金田一個永遠的對手 高遠搖一的小小就像這個 他永遠都是安排我給他計劃你 你自己搞定他 其實他都是跳起來雙手的 就是找人殺你 莫定花生看好戲 當然 那他第二單就去到 這個叫做鷹雙學園 鷹花我鷹就雙說過雙 其實這件事是一個很惡趣味的 為什麼惡趣味呢 就是他的藝術作品 他的藝術作品 就是把你的手腳捲在一起 把你的頭砍下來 不知道他口裡塞了什麼 其實這個位置突然間是完全感到虛淵淵的味道 當時看 而且他是掃化的人 就是這樣掃化的人 那些這麼惟死惡突的東西 其實真的想起他 其實他有進步的 因為那個男主角以前是監視官 就是阿聖也哥哥 他以前是監視官 但他為什麼變成執凡官 因為他的手下死了 他也是被一個類似這些 就是這個鷹雙學園的那些 一些好像很有藝術性的 方法殺了 但當然他沒有掃化他 但之後他出現這件事 所以他就懷疑整件事 究竟是不是那個姿勢 那其實看回 他那個 就是阿聖也 還在做監視官的時候 他的執行官就叫做做木 那不重要的 大家聽完名字就算了 他都出現了兩幕 有興趣可以令我有外傳故事 所以在TVB裡面他是沒有角色的 對不起 他仍然是叫做做木 他是不是在Show機那些朋友 誰在Show機 不知道他是誰 就是對 做做木 另外剛才第一節提過的名字 藤鑑恨三郎 就是堆壞了做做木那個 其實他的手法就是把那個人殺了 然後就把那些手腳扭曲成一件 藝術品的形狀 你的手腳都放上來 你看過不加索的話 都會發現 就是左眼的左邊 有隻右眼的嘛 就是藝術的東西你懂得穿的 完全可以明白到這件事 對 還有他除了把你的屍體 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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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把你放在蠟裡面打蠟 保存 屍體不會腐化 他基本上還要打蠟之後 然後就要放在一些公眾場面 他當標本 他做成功 你要特意去找 你就會發現到 簡中你就會發現 你不會刻意去了解 總之藝術的作品好像 有些諷刺的 有些人叫做裝飾 人咬公仔 發覺是真人 其實這段都不是太重要 主要是帶出了阿神的背景 你說最後解決這件事 都不是太特別的 當然因為聖活在這裏 他就直接潛入中間學校裏 扮老師 他終於有氣氛 其實都不重氣氛 他也是跟學生會會長聊天 聊聊天 其實這段挺有趣 我想特別講一講 他們兩個傾家裏 他們是不斷講了很多 沙士比亞的名作出來的 他們講一些書 其實你沒有看過那些書 你是不明白他們在那裏講什麼 在那裏曬蜜水 不斷拋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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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記憶好像很傻 然後上網去找一找 不斷拋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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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些沒辦法 只有書少沒辦法 我們這些 馬德忠搞定了 不是 神也搞定了這個 就是學生會長被人捉了之後 神也就第一次見到這個 不是 聖滬第一次見到神也 馬德忠第一次見到林峰 你開始自己亂了 其實他不是捉到他 他是跟他玩傳遊戲的 在地下水道裡 是 之後就進入地下水道片 因為在學完篇那裡 馬德忠終於見到林峰 命運的雙魚 他們有沒有愛上了對方 這個蜂胸肥團 壽色可餐 真的爽了 總之他們 夢寐以求終於見到面了 他找了一個有錢人 有錢人就很搞笑 因為那時候的科技已經很發達了 那你其實可以換了你的身體的一些器官 基本上你除了腦子之外 你一叉也是什麼 作為機械化 普通人也可以換 那這個有錢人 是將他全身都機械化 留回自己的腦子而已 由於他說人 學技動隊 不是 他下面是什麼 就是假的 那就爽了 無限體力 所以他沒有拿過一輛東西去轉斜輪 沒有那輛東西去挖人 但是他是阿伯聲來的 真的阿伯 現代來說 他就 只剩下腦子 這個做法的原因就是 人的腦理論上大概是可以活動到150至180年 所以理論上他就可以有這麼長命 因為身體的機能就不會推翻 但是他說他喜歡去獵殺 就是他喜歡做真人打獵 他打獵的獵物就是人 那甚也 不 sorry 勝負就利用他 就捉了那個女兒走 那剛好他捉了那個女兒 就是陳法拉小豬的朋友 其實我是專程的 他專程捉那個先人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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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意引起了監視廳的注意 所以警察警示廳的注意 然後他們就在地下水道裡進行一場醉族戰 新死鬥 是啊 其實 反而 林峯在這裡 是不太重要的 反而 法拉和 馬德忠的相遇 就 知道了 馬德忠是這個面罪的體質 就是 你拿一個 無論他在做什麼行為 就算他在殺人 也好 那 那些Dominator照下去之後 一個一個Psycho Pass都是 就是你制止不了他 原則上就是這支 這樣東西 是啊 他的Psycho Pass是不會勝負 甚至是他一直在殺人的時候 他的Psycho Pass是不斷地變低的 是啊 變多了 最後好像跌到0 0 最後 小豬就親眼望著馬德忠 就扣了他的朋友的50分 真的扣到盡了 扣到盡了 HB0 是啊 這樣就死了 他的朋友 那就是GG了 完全 馬德忠也扣完分之後都走了 很囂張 很囂張地走了 簡單一點就是 你們的系統是流的 只是表達了這件事 是啊 就是跟他們說 其實有 或者應該是 頭十幾集裡面 你都會發覺Dominator 基本上是無敵的 是很厲害的 是啊 但是現在竟然有些人是 原來你的Cyre Pass 不過數值而 但是你可以繼續犯罪的話 那些警察是沒有你負的 因為他們那個年代 那支槍沒有用 沒有一個真正的殺傷 因為不是真槍實彈 是啊 只剩下Dominator的警察 其實是沒有什麼用的 這樣 然後就去到 再下一個篇 其實這一篇 就在我意料之中 就是 馬德忠就把他這個 免罪體質的能力 就擴散了開去 就通街派了 大家都可以成為一個 通街殺人 都不會被人捉到的人 完全是 是啊 其實他的做法就是 弄了一個頭盔 那要威之然 要戴頭盔 大家都明白 是啊 你戴頭盔之後 就可以威了 就可以威了 應該是說 其實社會已經有很多人 雖然 未被人捉了 但是問題是 其實他的數值已經很爆 或者其實他根本內在就想犯罪 但是他又不敢被人知道 你根本是想 你不想被人知道 你不斷逼自己 不要想 不要想 按下數值而已 然後越想越按 數值越高 應該說有機會被你爆的時候 就爆 爆了出來 不然沒有理由通地 這麼多人去做你犯罪者 正常的時候 大家可能都沒什麼 但是當你發覺原來 你戴頭盔之後 你就可以盡情犯罪 沒有人阻止到你的時候 其實人的受性就會爆發出來 是啊 然後問題是 當你一個是 那幫人充滿的受性 去侵犯另一幫人的時候 那幫人也會反駁 變成兩幫人互相撕殺 結果就 沒有頭盔的人 就因為看到很多人被人扣了50分 然後我就不想被人扣50分 唯有我扣他50分 就不用被人扣50分 互相撕殺 那一陣子變成 那他就回去扣50分 那由於市民和市民之間的開片 那些警察又拿著Dominator沒有用 所以他們就配給了一些新的武器 有一支電軍 對 分別有一支警軍 還有每人有兩顆 手榴彈 它叫什麼 電磁充彈 電磁充彈 電磁充炸彈 閃光盞 其實不是 電磁充彈 是令到電子機器失效 就是整畫的頭盔 對 或者其實一組電子的東西 就算車也會走不動 那 其實主要就是阿神也派出了這些頭盔 但原來他的目標 其實不是阿神也派出頭盔 是聖戶派出頭盔 壞了 聖戶 馬德宗派出頭盔 但其實馬德宗的目標 就不是要搞亂城市 他要引開警察 好 那就去警示廳的總部 他就要 直到這個黃龍 直到這個CB系統的核心 CB系統 不如把這個CB系統變成CB系統 Apple Apple 那他就 去找Steve Jobs 他就上去找CB那裡 看看這個系統究竟是什麼 其實故事到這裡 也回到第一集 說一開始他們兩個相遇的一段劇情 充滿基情的追逐 命運的相遇 這些叫什麼 基本 應該說他拋書包 其實他兩個一見面就肉搏 推倒 又在地上扭來扭去 眼神汗水 阿神也不斷拿東西走去捉他 他們兩個都互相拿東西捉大家 互相拿刀 阿神也拿東西捉他 不不不不 應該是 聖虎那一把是一把剃刀 阿神也那一把是一把刀 一把刀 阿神也不是拿警棍嗎 好像是拿警棍的 總之簡單一點 觀眾們大家理解 整集中 不知道隔劍拉條 哈哈哈哈 兩位帥仔隔劍 一個瘦削型對肌肉型的隔劍 對 瘦削型很好抽 不知道為什麼 最後阿林峰就打輸了給阿馬得鐘 最後一腳KO 好棒 這個時候陳法拉就講到 但是由於陳法拉心怨的情況之下 阿馬得鐘就走掉了 其實這段劇情這樣就結束了 但是其實在他闖進去的時候 阿神戶上了警示廳的最高那一層 同時阿神戶有一個partner 叫做吹九線 IT罪犯 IT罪犯 和韓國的炮菜仔 就是來自猩猩的理 那個叫什麼 金教授 金教授 刀教授 刀教授 金不知什麼 金教授 他就是下地牢的 因為他們猜CB只會在頂上 或者在地牢 他就下了地牢 剛才提過黃宗澤這隻狗 不是這個 這個 你很討厭黃宗澤 我看到你 你什麼話 這隻獵犬 我的意思是 這隻獵犬 阿騰獸星 他就下了地牢那邊 他就和吹九線 一起見到CB系統的真身 但是同時 他們也都 螳螂報仙王雀在後 他兩個就被人爆谷 就是整個身體爆了 爆了 其實嚴格應該是不知道 有沒有真的爆到死了 總之不知道他會怎樣 吹九線真的死了 但是 彭壽星 彭壽星 黃宗澤就未必真的有死 因為 沒有直接掃 沒有直接掃 他死了 通常都是有後續的 看GUNDAM就知道 明星整部機爆了都會跟他說 沒事 戴了面具下集中班 你看馬三就知道什麼 死亡都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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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他們谷的就是 警示廳的最高層 那個 老太婆 那個老太婆 那個老太婆 好像這個 尖士波裡面的Q 我覺得他 之後的劇情 其實已經急轉直下 因為 雖然聖滬 他剛才說 馬德忠打贏了林峰 但其實他也很重傷昏迷了 最後他也被人捉了 但是警示廳的阿嬸 就用他的權力 就把馬德忠送到自己的房間 對 不知道做什麼事 即是阿嬸請了一個靚 進自己的房間 即是GBB和靚的劇情 主要稱之為一個精重 我來了 還要沒有穿衣服 但那些是類似腐蝕性液體的東西 一瞬間就看到 那一瞬間就看到 他是機械人 其實他是機械人 而 為什麼他會是機械人 但又做到警示廳的最高層呢 就是說原來他受到CB系統的操控 其實他根本是CB人 其實他有一個多重人格複合症 我真的完全是 我覺得你講得太深了 你基本上 這個時候大家應該都要了解 就是下一個劇情 就是講了CB人系統是什麼 是 其實CB系統就是一群人腦的中國 不是喬布斯嗎 喬布斯 簡單來講 其實這個系統是拿一大堆 擁有特殊體質的人的人腦 然後拿人腦來做一個計算機的零件 其實那些好像全部都是免罪體質的人 對 全部都是免罪體質的 其實這個作品有一件事未解釋清楚 就是你免罪體質跟你的腦 用你的腦來計算 又計算完數又猜到別人犯罪 其實這件事是沒有什麼正式解釋的 應該是說他用一個免罪體質 所以他知道什麼叫犯罪 他用一個最理性的態度去分析 我覺得沒有關係 其實是不明白的 這件事 因為其實我免罪體質的話 但是我仍然可以瘋狂地去殺人 除非這個免罪體質背後還有一些東西 而他這一集是沒有說過的 就是在這一季裏面 那原始人家 接下來七月你就知道後續 其實這套作品已經說了後續 大家去等下 七月見 不要七月見 還要趕下去 就是阿朱咪咪打算強姦馬德宗 不是 想要聊天 聊天 溝通 那些叫神交 那些叫神交 他是想奪取他身體最重要的部分 腦 不是他身體是他人最重要的部分 原來那時候跟馬德宗聊天的時候 阿朱咪咪的腦就是剛才所提到的 就是把藤間恨三郎 就是把林峰的partner作作目 變成立像那個 其實局長就代表了Siri 對 他代表了Siri 剛好用了恨三郎的身分 因為他們其實是舊相識 和馬德宗 Fan Day 打算用Fan Day的方法 就叫可愛的帥仔 也加入這個邪尼系統 Jones 加入喬布斯 總之喬布斯 就算要他加入Apple的大家庭 但是馬德宗就最後 原來他是Microsoft的 又是Google 那不是三星嗎 即是Facebook也可以 或是Android系統 總之他就反抗Jimmy的靈慾 這樣就逃走了 還抓爆了他 那一集我看到馬德宗走那一刻 很厲害 他身為一個肉身的人 可以扭斷機械的手腳腳 他瘋的嘛 其實他肉博方面是厲害的 反而他很誇張 他打敗人聖雅 聖雅之前跟人練習 現在那麼肌肉你也不夠他打 關什麼事 但其實那個Jimmymy的書 有點昂貴 因為他說很多年前問 馬德宗借了一本書 找一本書給馬德宗 然後馬德宗拿一本書 扔夠他 然後製造他破綻 然後再打他 這個招呼 那段很好笑 然後馬德宗走掉了 然後他們想再找馬德宗出來 但馬德宗已經是一個恐怖分子 要決定毀滅日本 接近來說 他毀滅日本的方法就是去入侵這個 叫做食物 因為當時的食物其實就是 東北變 對 又統一了由那裏製造食物 再運輸到整個日本 電影裡面叫做超級變脈 差不多了 我不記得了 超級小脈 總之大家理解成就是 食物都不用煩的了 有個地方專門種食物 搞定了就運給大家吃 但那裏其實基本上是沒有人 對 全機械就搞定了 現在他其實去那裏搞定了這些食物 大家會餓死的了 他不是餓死 他簡直是整個病毒 基本上是有毒的食物 可以這樣說 然後由於那個Jimmy Sorry 有一次忘記了 Jimmy由於被馬德忠走了之後 對他念念奔忘 必有迴響 必有迴響 所以Jimmy就阻止這個 林峰他們去抓馬德忠 然後林峰為了繼續去追尋馬德忠的後面 他決定要戴頭盔 對 所以他決定脫離這個警示廳 就潛逃了 對 想動用私刑去解決他 因為你cycle pass的系統是廢的嘛 這個時候 因為Dominator對馬德忠是沒有用的 最強的左倫 對 那是不是麥林呢 我沒有留意的 那個是自己的左倫 他當時是流下來的 對 Ben思雄流下槍 大家有看過唐槍師姐都知道他應該是甚麼事 之後就 其實最後就是大直路 他們去到那間食物廠那裡 互相決鬥 有很多肉搏 槍戰 啪啪啪啪 最後當然其中一個人用一槍就射爆對方 對方 還要在後面用一個後進食的方法 對 以就大和平的 對方 我真的想像不到你殺我的客人 對 林峰總之就拍下馬德忠 那其實 跟著我的故事就完了 所以很多人當時都猜 其實這套東西可以收到的話 應該是有後續的 否則沒有理由這樣就完了 那都是的 但是 他有些事情是沒有交代 因為譬如 黃忠澤在地牢那裡 Jimmy向他開槍的時候 鏡頭就zoom了到他的眼裡 然後整個畫面白了 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其實故事一直就說他是逃走了 就說他是一個逃走了的 執行官就要去追捕他 但到最後其實他都沒有再出來 會不會是壞了呢 對 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其實他被人爆死了 說他就應該是死了的 但是 因為那時候 特地用這樣的方法蒙太奇了他死的音樂 我以為黃忠澤應該會出來的 還有你剛才第一節提過 他有跟陳發拉在家裡煮東西吃的 扑你那街跟陳發拉一起煮東西吃 還要吃晚餐 應該不會那麼快死的 他喝酒 喝酒吃扒 對 吃完扒 晚上應該還有其他東西去玩 吃飯宵夜當然是直落的 誰不知他就這樣被Jimmy爆谷 玩完 眼睛白了 反白玩 但是剛才阿蛇說得非常好 如果OK的話 沒理由那麼快完 我們的節目也是沒有那麼快完 下一節回來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們最深層次的感想 快點 還看 曠